嘿大家好 这里是CrayBB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玩意 叫做BB Laser 这个玩意呢 它有一个激光 还有两个镜片 那么激光加镜片 能搞出什么名堂呢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我将展示下我设计的BB Laser 以及它的制造过程 那么BB呢就是CrayBB的意思 Laser呢其实是个缩写词 简称就是激光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那么它就是一个 矢量的激光投影仪 可以这么理解 要想做这么一个激光投影的话 第一步就是要做电路部分 首先我们就需要一个激光 激光呢我用的是RGB 三种颜色的激光模块 那么其实一开始 我只是想拿个激光笔来搞的 但是后来我想了想 我做的东西 那必须RGB才对啊 所以我找到这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彩色激光模组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组合成七种颜色 激光是第一步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激光快速的移动 这么大一坨激光 我们不可能把它快速的摆动 那么聪明的你肯定会想到 我们可以用镜子 所以就有一种东西叫做激光镇静 那么它上面有两个镜子可以快速的摆动 那么两个分别控制X和Y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把射出来的激光通过镜子反射两次 然后射到不同的地方去 第三个也是买不到的东西 就是控制这些东西的那个核心 那么这个东西就叫做MCU 微型控制器 那么我这次依然选择了我最熟悉的老朋友 ESP34 当然了我不是用这块开发板 因为我想做成高集成度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做了一块PCB 它上面可以插SD卡 然后有ESP34 这颗MCU 然后我了解到这个激光镇静 它是通过模拟信号控制XY的移动的位置 那么要输出模拟信号呢 其实就跟我们耳机听音乐一样 我们要把电脑上的这种数码化的格式 转化为我们要用到的模拟信号 所以我们设计的电路板上有 ESP32 用来运行代码和WiFi通讯 TF卡槽 用来存储我们要播放的图像 双路DAC 用来输出X和Y轴的信号 预算放大器 把信号放大到增进需要的范围 要把设计的电路板生产出来 首先我在家里穿上免费的打样了这个PCB 你现在看到的操作就是我把膝膏涂在PCB上 然后把我的一大堆元件一个一个慢慢的贴上去 贴完后还要一个加热平台把膝膏融化 你可能会觉得哇酷瑞这些真的是太难了 我放弃了 但你知道吗 现在有加力创S&T 用贴片机代替人工 将元件都贴上去 拿到手就是一个完整可运作的板子 所以即使你没有烙铁 加热平台 膝膏等等工具 只需要一份设计文档 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实物 我自己使用加力创S&T的时候 最大的感触就是元件种类非常丰富 一些非常冷门的也可以自己寄过去 然后价格也相对实惠很多 大家都知道加力创经常有活动 所以不妨试一下哦 所以基本上硬件的电路就这些 那么下一步为了让它实际跑起来 我们就要制作外壳框架了 这样我们就能把机关和镇镜固定在相应的地方 我在Fusion360中设计了这个模型 然后将它3D打印出来 打好之后先装上去试试有没有问题 接着我们就要打磨上色了 透明的壳 加上这个亮晶晶的黑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到这里所有硬件的东西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的软件代码 我们的软件代码 偷开啊 在经过不懈的努力之后 我终于让它顺利的动起来了 当我第一次把这段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似乎挺受大家欢迎的 所以我决定把它做得更好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我不断的优化硬件和软件 这当中发生过很多爆炸性事件 嗯 真的会爆炸的 喝口来冷静一下 在这一年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实践中 我经历过许多的失败 也产生过很多被淘汰的版本 当然这也让我体验到了更多新鲜的事物 这为我带来了许多乐趣 所以接下来呈现给大家的 就是我的又一个年度剧作 BB Laser的最终样子 希望你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我还做了一个web界面用来控制bblaser 所以我可以用手机或者电脑来在上面画画 然后还可以写一些文字 当然为了更好玩 我就做了一个将相机转换为实量图片的功能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创流画面 比如说我用OBS来显示这个声波 还有用手机显示一些导航信息 总之它的趣味扩展性还是挺高的 好的感谢你收看这个视频 那么你肯定会好奇 为什么我现在录着的时候 它是这个样子的 那是因为你们还记得吗 有一个很酷炫的画面 就在下一帧 它掉下来了 然后就炸的稀巴烂 所以这是我临时又制作的新的外壳 然后呢组装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激光的镇晶镜片掉了 所以我重新捏了一下 所以可能效果没有以前那么好 但是还是能用的 那么这个bblaser呢它是开源的 包括硬件和代码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 然后特别感谢加力创 然后特别感谢加力创 无论是这个视频也好 还是我平时也好 我都经常使用它们的服务 然后我感觉也挺不错的 跟一个自己那么喜欢的对象合作 那么我总结一下我做的bblaser 首先呢它是我认知里面最小的一个激光投影仪了 然后呢它是用电池供电的 所以它可以移动 这样就有了我拉断骑当车的镜头 还有我在户外拉在手上的镜头 这些方面而言 我觉得对我这种个人来说是最好不过了 当然如果要追求性能的话 它肯定没有办法跟那些几千三万块的设备比 那么还可以升级的地方呢 主要在于这个激光镇晶 它现在这个是25k的 但我理论上来跑的时候 我发现它跑到20k就有点歪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我就可以换一个更高刷新率的 这样的话我们在显示一些点数比较多的图像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严重的闪烁感 所以呢我整体是非常满意这个作品的 那么也期待等我下次升级它的时候 可以做得更厉害 好的感谢你收看这个视频 这里是CoreBB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要是这个挂回上去的 要是这个挂回上去的 挂回上去的 你没事吧 掉了 烂掉了 怎么死掉下来 那怎么弄啊 回家吧 掉下来什么意思啊 浇水掉下来 第一次尝试 失败告终 这个锅里也叫太垃圾了 这个锅里也叫太老实了 怎么 brush